你现在收听的是 原创Shokcast内容 Yo 又回到了 我们的有的没的 我是BZ Juan 还有我的partner 你看我没有录音这样 我是阿尿 哈喽 阿尿带你让的阿尿 OK 今天我们要继续延续回 等一下 听说 我自己cue自己 你现在讲 自己cue自己 我不可以自己cue自己 不是我要跟你讲的东西 我们的producer跟我们说 我们第一集反应是不错的 这样的 好像有三十个 可是我看不到 他跟我讲有三十个人听 只要台下生一个观众 我们也要继续讲 三十个人很多 你知道吗 很悲惨的 生一个观众 这样子我问你 你当初想到老个人听 我当初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希望 老婆听吧 我是 就有人get back 一个feedback给我 没有咯 可是Herry跟我讲 不是三十 好像后面加多 两个零再加多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样我们的干爹 才会继续的 bump水给我们 我们看台 看起来这个节目 可以常做下去了 我们的第一集 producer跟我们说 好像有四千 接近四千 继续继续 OK的 每一集讲的东西 不一样就有 不一样的听众进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回 我的一个成长之路 因为我觉得之前 他讲不够 所以就很快就斩掉了 所以我今天要认真一点 不能再讲那些废话 不可以乱乱插嘴 这个梗用过一次就好了 是啊 我们今天想要探讨 阿环的KRL成长之路 其实我觉得阿环 他是网红吗 我问问你 你是网红吗 我最近有在聊起网红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要再问 所以我给你讲东西 就是我的friend 他有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他讲什么 你不认同自己 你凭什么要人家认同你 我觉得这句话很对 你不要cue他出来 真的真的 他很漂亮的 我听的咧 我上一个有cue OK 然后呢 一开始我是蛮抗拒这两个字的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 有一点刺恶 但我最后能理解的就是 这两个字网红 这两个字是其实包含 很多身份 of course我也有很多身份 是容纳在网红 这两个字里面 所以我到后面 渐渐就觉得 OK啦 因为叫人家 叫你什么KOL 什么之类的 就网红来带过一切 就好像以前的明星 现在已经渐渐地 被网红这两个字去取代 就好像一个 更新换代的 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OK的 所以你是2020年的明星 我是1990成长到2020的 现在的明星 就是叫网红 其实我想要问你 你做一个网红 网红就是在放大镜 把自己的生活 很大程度的透露 给人家看 对不对 我是不会这样子 我是反而是比较属于 神秘型的 因为毕竟我不是靠网红 这一块来吃饭 我是靠颜值 不是啊 讲到心虚 自己打自己嘴巴 我是靠实力的 OK 没有我觉得 我的IG 跟我build up的一切 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要慢慢地 慢慢地去跟他 猜一切来样子 就变成一个 很美的一个完成品 如果是真正是 靠那种posting来吃饭 你就要 很discipline的 拿着一个产品 放在脸旁边 如果没有颜值 是不会有业配 这样子去找我 可是你开始 健身两年有凶了 有 有像一个人 讲真的 我健身家绑牙 才使得我像一个人 我才会有 现在这样子的 慢慢地 开始有一些业配 就是讲 你没有绑牙 跟没有健身之间 你不像个人 有点长得奇特 就是奇特 才会让你们记得 其实我想讲的 不是这个 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你把那个 其实我看到你看到网红 我现在就很直接去问 你的老婆 就是网红 把生活放出来 可是 就是因为有 那个粉丝多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为 把那个生活 大幅度地放出来 给人家看到你的生活 然后呢 你就是因为 有这个粉丝在追求你 把你变成更好的人 其实我跟我老婆 还谈得蛮清楚的 就是 我跟她说 你老公有能力 是绝对可以让你 不用靠这一场吃饭 都可以 这种能力 所以你要适可而止 我们不像其他的一些圈子 我不要去求谁 我们私底下 关麦克风 跟你们两个讲 就是他把 everything很小的事情 都放大 我们是很自然的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 有一个话题 就是不会讲的 觉得很爆的 因为我们是走路线 是比较清明的路线 所以我们就尽量把 比较可以 给人家看的生活 就给人家看 私底下的我们尽量 都不会去放大 好像遇到什么小问题 这种事 因为生活 踩到鸟大便 是大事小事 小事 可是如果其他 我们会觉得 我今天很不幸运 踩到鸟大便 我应该去买资 就这样子把 事情放大 我们不会 因为我觉得生活 一定有一些 小事情会发生的 你不可能每一天 一发生事 你就拿电话来记录的 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是要去解决 所以我还能拿电话 蛮好的这一点 可是当你生活上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会选择 很坚持地 把不如意的想法 跟事情都放出来 给人家 不会 我是一个 不会分享 negative的 我觉得我蛮有能力 去解决 不如意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会觉得 最好像看起来 我有发现一个照片 就是我的caption 蛮能代表 我的一个心情 就是我写了一句 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你让大家都觉得 你很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因为有人告诉我 最近我的曝光率太高 就是我出现在很多平台 可是你就每天 在家睡觉的感觉 每天睡醒就有一大堆 人comment我 mention我 我stress 所以我尽量 不要让自己沉溺 在这种掌声之中 因为我毕竟 我的正职 还是要做 是这样子 叫还是要睡 是 饭还是要吃 帅就耍不到了 那其实今天我们讲的是 话题是探讨care 要成长之路了 你如何知道有一天 你被叫晚红的时候 你那个感觉 就是你是一个网红 然后你那个感觉 我相信你不是第一天 就觉得自己是网红的 可是你当一天 那个moment 被归类于网红之后 你心里的 一定有挣扎的 你可以跟我分享 多一点你的实验吧 我一开始 其实没有想过 自己是一个网红 因为以前不懂网红 是怎样的一个代名词 因为我一直以来 就是刚好我掺的圈子 都比较 在吉隆坡 还是在马来西亚 就属于比较 有话题性的一个圈子 就会造成 每一个粉丝们 还是就是那种 默默地看着你们 会觉得 有阿环这个人的存在 然后他就会觉得 这个人开始 有一点点跑出来了 就是跟其他人 有一点开始不一样了 他就会开始注意 BC还这个人 我单刀直录 第一次跟你拿签名 第一次要你拍照的感觉 第一次拿签名 是在我老婆的 100K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第一次有人要我签名 你会被杀掉 我看清楚是纸票吗 没有 衣服来的 因为他是我老婆 100K不关我的事 of course 我有现在的这份 其实也是要 掏我老婆的关 of course 也要靠自己的实力 跟努力 因为我看过很多 自己的身边 就是有几百K的 可是自己还是 你要讲谁 没有啦 不要Q太多 我现在每次我得罪太多人了 OK 所以第一次跟你拿签名 我就不要插嘴 我就跟你讲 开心啊 一定开心的 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好像我最近做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的podcast开录是很好的 因为造成我之前很多时间去准备 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故事 我才能把它放到来今天 就是我作为一个KOL的一个话题 不容易当 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是 KOL是一个什么 好像靠样子吃饭 什么都不会做 其实不容易 我自己也讲真的 第一你要面对很多 流言蜚语啦 这个我问你 这个问题我也是想问的 就是 其实哦 你会很多人批评你吗 其实会有的 应该会有的 通常讲都是讲到我讲得不好看的 可是这个也不算批评 因为我自己知道 然后 如果一直讲 而要反正有钱 其实是批评还是在赞我 哇 这个也是很烦 我太有钱是问的 哇 你这样有钱呢 是啊 我是很有钱 怎样办呢 没有 其实太好了 就 OK啦 后面 其实你也不能太去在意 你太在意 你就为别人而活 反而我们是要自己努力 为自己的生活而活 然后 你的努力就是对你的hater 最大的一个大脸 你把你自己变得更好 你就完全解释了 人家对你的流言蜚语 是 因为你太多时间去批评人 就证明你是一个太得空的人 我在忙着我自己生活 我是没有时间去领你的 我不会因为你的批评 我变得怎样 我会因为你的批评 我会继续走得很好的 我就大胆问一问 有没有试过 接受到一些批评事 真的是让你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很残忍的批评 没有 因为我 毕竟我跟你讲 我不是全职的KL 所以我的都还好 因为我也没有去放大 因为有一些人的 KL有分多种 有一种是靠负面来制造话题的 就是他们很喜欢 做一些话题出来给人家骂 不是假的 然后就制造这种 你讲KL要制造话题 我就想到很多 很多自认自己是KL的 其实是一部身体 网红还可以 毕竟我讲网红是 很多不一样 形形式式的 你只是靠颜值 你也是网红 你靠实力 你也是网红 你有一个过人之处 你把它放大 其实就是网红 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对对 可是KL就是 你在一个领域 有一个影响力 就好像 David Beckham这样子的 他在一个足球界的影响力 他好像BC环这样子 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哇你直接 CueDavid Beckham 再Cue你自己 你很强耶 你看我拔球 替回来给自己 自己射进龙本 直接哦 还好你还CueDavid Beckham啊 记得鼓掌哦 等下 哇如果你这样 Cue一Cue周杰伦啊 Cue一Cue陈冠希这样子啊 我不走一层 全部都丢你麦 我跟你讲 不然后来这个麦是硕士 看一下这样 OK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 你KOL 对我来讲 KOL这个太重要了 觉得他不能太轻易地 归纳为网红 所以你还是 比较宁愿被称为网红 而不是KOL 我都还好 其实我都还好 我都还好 因为我已经 麻木跟 已经是接受了 这个东西 因为哦 我只是 我只是被人称为KOL 我没有被人称为网红过 言之输我一点 输很多好不好 年纪上也输很多好不好 我根本的空是 沾不上边的 讲着你身边 真是没有 一些网红的朋友 哇 这个有事好事还是坏事 我都不懂耶 其实是OK的嘛 OK的嘛 你要接触新的一群 我觉得 不要跟我拿鞋子 是不是 你在讲我 有办法吗 No Can not Sorry No Can not Sorry 我直接就post了 因为 因为OK 我的身份的关系就是 每次有发送什么特别鞋子 我的电话就会报 我幸好我还不会 所以这个就是 偶尔也是会有人会问我 还你有路帮忙 就是他们会借助我这个身份 就会想到我的脸 要我就会想到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可是哦 你觉得身为一个网红 被归类一个网红KOL 你要承担一个责任 社会责任 对 真的 需要啊 因为他们会放大你的东西 即使你自己不放大都好 我无可否认 网红这个身份 给我带来了很多 好处多过不好的 比如业配阶段 这一定的 然后曝光率 鸡蛋糕 这样都会炫耀 一定要的 我们要诚实 你够怪兰 你在很不经意之间 很多业配 而且哦 我觉得网红这个东西 身份 带来给我 生意上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不如讲 你懂得怎样去利用这个身份 对 是 因为我也是 beaut up了一段时间 才有现在的一个很 就是对人家 对人家讲 人家是信任我这个形象 人家才会对我的工作 我卖的东西买单 我可以再来讲吗 你是一个成功的网红 因为你没有王切 你有看过很多王切的网红 有 你可以讲 你第一个想到王切的例子吗 有一个 他之前在 他批评 好像两个游戏的 A跟B 他就是站在A那一边的 他批评B玩这个游戏的 就是智障跟幼稚的人 讲话不不测 过后他的YouTube就被 一层白彩 就永远超度不了了 真的啊 直接GG 直接挂啊 直接挂啊 of course他现在有转型的 他去做了 好像是做直播 直播的 大家知道这个乱动讲话的威力了 对对对 你真的是要为 为你讲的话去负一个责任 因为你们讲的话 你作为网红 你讲的话 别人会放大的 即使你觉得讲出来 是很代表你个人 可是听众跟观众觉得不死 他觉得你在 影射我吗 你是在骂我 还是在骂谁 他们就会开始 议论纷纷 你看现在很多不好的事情 都是从comment开始 所以网红 一定要很小心讲话 of course这是你个人 修养的问题 我也是觉得是 就是你如果你没有那个 修养 或者你没有那个知识的话 随时一念之差 你就会乱乱讲话 对对 你会因为个人的情绪 去讲出一些 我每次跟我老婆讲 生气的时候不要讲话 讲话的时候不要生气 因为你不懂自己讲了什么的 所以很多网红 这句话 你看警局 一下子出来 你生气的时候不要讲话 你讲话的时候不要生气 of course 以前我会脾气比较暴躁 现在我靠着这几个字 到我个字我算不到 去尽量去压制一下自己 因为人始终在社会上打滚 还是要脾气的 不然你会给人家压 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喝水 你喝水的时候不要吃饭 像你不能空肚子 吃早餐这样子 泥鸣啊 这样子 就是回到刚才我是要讲的 就是网红那个身份 如果你驾驭的好 你就会把它一个往好的方向 你的人生会往好的一个方向去 对 去进行 对对对 而不是一出来都是负面的东西 那么我挑一挑个 转一转换一下焦点 你可以跟我讲讲 你第一次用网红身份赚钱的感觉 就是那行李路程 我用网红赚钱的第一次 我大概忘记了是post了些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 竟然会有厂商会觉得我是可以帮他们的产品去做一个宣传 其实我每次收到一些厂商 我都会很开心的 即使有钱没有钱都好 至少是我心中想要的 会不会到现在哦 没有钱不做 没有钱不做 会啊会啊 我可以挑啊 因为我有这个本事去挑他们 哇 可是会不会有些 有钱都不做 对会 第一我不借烟跟酒 就好像你讲的这样 你要为社会负责 你没有借酒吗 酒 你看我没有喝的 我的影片照片没有喝的 哦你只是借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腾情一下 因为呢 为什么我这样子问啊 BC欢呢 因为他 我最近看到他跟某个酒的品牌是有合作关系的 当他在跟我说他没有借酒的广告的时候 这个是我非常不赞成的 所以你讲 你跟那个酒的 你买牌的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灰色地带哦 就是马来西亚酒的广告是不能喝的 你只能一个产品 那跟有借没有借 借了啊 你看安妞几几动 不是不是 不是你就是讲 到最后还是归于还给一个很好的酬劳 那你是有借啊还是 有还是 可是烟是完全不借的 比如有一些电子烟啊 大品牌的香烟我都不借了 因为你不抽烟啊 不抽烟是一回事 然后我觉得烟会造成 我觉得身体也不好啦 身体也不好啦 然后看我的 因为我要雇到我老婆那一块 就是很多小孩在看 所以我不能因为他们 一些小孩看了 觉得 诶 毕竟话有抽烟 我去买这个香烟 变成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的时候 我会影响到一些小孩去买香烟 然后我们的父母就会来blend我们 所以我就会讲 你要很小心的去选这个东西 我这个烟呢 我是赞成的 我本身也是不抽烟的 所以我也是非常抗拒 所以我很直接去拒绝的烟的话 酒我还是看品牌啦 大品牌我很难拒绝 这样如果那些 我大品牌你很难拒绝 那钱丢下来 所以会很痛 还是要拿 因为它就是还跟名牌一样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OK 这样子那些酒你怎样喝 你都不喝 没有啊 我就一试一试就沾一两口啊 跟你讲你送我 我还是会 你可能可以来我家看看 我摆得很美的 哎呀 我已经接近民事了 听不到 我没有时会教你 然后我讲 你要过来 我可以讲你可以来喝 我喝水就好 你有想过做网红吗 会借到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吗 汽车 把它是送车给你啊 没有啦 of course 只是给酬劳吧 送汽车我钱都不拿了 我要车就好了 真的真的 因为我觉得汽车品牌蛮难接的 因为我觉得第一 它的那个汽车本身的 那个品牌也很好 然后它的 你能够直接讲是什么品牌吗 反正它 德国的 德国的 就是送你老婆那一粮啊 不是啊 不是 那个是自己花钱买的 去听一下 德国的 德国的 我在讲讲我的想法就是 你很难想象一遇到 就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慢慢成长 突然间它有一天 接到德国品牌汽车的 业配 它给你钱去代表 那个汽车品牌的形象 这个路程哦 并不是一天就打成了 对啊 人生哦 就好像你打游戏一样 你不可能 你开外挂 很快就 闷了了 开外挂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出事 就好像皇子 桃花者 就有几十亿 几百亿 等着他来花 就是我觉得人生 就好像你玩游戏一样 要慢慢的 每一个level慢慢的去up 没有哦 我强烈反对哦 为什么我强烈反对 你是开了外挂过后 然后放弃外挂的 没有啊 我本来 我从小就不是开外挂的 我从小真的是 慢慢的去打装备的 是 你是打装备 可是你人生 自己已经开了挂了吗 然后你觉得人生 有了钱 没有什么意义 有听 我刚刚听了 就是中间那一段 就是在我很 就是年轻的时候 也不年轻啦 就经济 因为哦 BC桓哦 他讲他其中一年 他花在飞机票 的身上一年 就花了九十多万 对 一家人 不是我一个人 一家人 一家人就 就比较合理 也是很夸张 一家人九十多万 是很夸张的 那时候是 钱多到 是觉得 哎呀一千块 Economy啊 Business五千啊 这样拿五千的啦 就觉得 还差那个 好像一点点 就这样子 所以就算回来账的时候 哇 难怪那时候 那个旅行社 送这样的花篮有的 那个里兰 青年的时候 现在里兰很小 没有什么飞 没有什么飞 今年都飞不到 对 然后其实 在过着这种 让人想象不到 生活的时候 跟你现在的生活比 你是比较喜欢哪一个 可是我是喜欢现在的 现在比较有挑战性 跟钱也比较难赚 很虚伪 我不懂要讲 对 OK是比较有挑战性 跟我见 因为我本身 应该是比较喜欢 交流的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可以跟很多人交流啦 比如我先说 网红这个 我可以去到很多的 场合 event 还是见一些厂商 见一些老板都好 然后人家会知道 因为我的身份 其实这个人 真的是看身份交朋友 他有些人 我会feel到 他会因为你是 做一些大生意 他会对你 特别不一样 他会特别 记得你这个人 真的 因为我毕竟 也是在社会打拼 有这样子 我能 还能赌一些的人 是在想什么啦 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 我完全赞成 你讲这个话了 所以当我叫你 做podcast的时候 你都懂 我不是因为 你现在的名气 而找你的 这样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够feel 哇 讲的记忆 好像真的是 很看破红尘 你看看一下 你看看一下 你待多少岁的时候 就找你聊天 中学 就是真的是没有讲 阿欢有钱 骗两千块来用一下先 没有啊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完全是想要认识一下你 因为你以前完全都不鸟 没有啦 有啦 我是觉得网红这个事情 真的是要 你不小心变成网红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 突然间这么会变网红 还是你一直讲 你要变网红 而是你要坚持 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可不可以影响到人家 然后人家就把你当成 一个榜样 去看待 那你做了多久 这个身份啊 网红成长之路 算起来有 不是讲经历 不是讲体验网红啊 就讲从零到一 这个过程 哇 久咯 应该有十三年了吧 就是去build这个东西 对 也不是刻意要成为网红 而build的 而是我一直很 就在做自己的东西 因为你人不能预测 你过后会做什么 所以你就能很 就是你每天要享受你自己每一天在做的东西 跟你接下来的路 你自己要安排 你要怎样走 才会慢慢的 就要讲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罗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你就是要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有我 这个多重身份的一个KOL 就是人家会归我为一个 潮流一个icon啊 一个网红 一个KOL 现在还多了一个procaster 然后一个生意人 然后现在我还成为一个丈夫 一个爸爸 不是一个跳舞的 一个跳舞者 不是拍了MTV吗 那是去年啊 没有没有 今年有 今年有跟NASRO有 还有唱歌 不是今年是林德龙大哥的 哇 又Q了 又Q了 谢谢林德龙大哥 Q一下 所以这个网红身份 是让你觉得人生更有意义了 多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一个世界 我看不到的一个世界 就开拓我的视野 觉得原来这样有趣的 也不容易 也不简单 就是要慢慢去build它 是啦 我到最后还是希望 每个人都要找对自己的方式 尽量不要去违背道德 而去打红自己的一个名气 你对一个成长人来看待 他会觉得你很不成熟 你对于小孩子来讲 你会造成一个坏的榜样 包括我们是为了好而做个更好 不是因为坏 才搞红自己 我们要因为好 才把自己变得更好 你得罪了一大群人了 我知道我不怕了 我看今天的这一集 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 得空记得帮我上网看一下 请个保镖要道歉 为什么呢 得罪完了呢 是不是 OK啦 不会啦 我觉得 我还是点 我没有指名道歉 如果对号入座 我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我真的在讲你们